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几天 网友 推友 还有很多朋友 似乎特别关心我的心情 其实我的心情很好 唯一的就是特别忙 比早一段时间更忙 忙是有忙的理由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不过我今天还不想跟大家报告 因为好的消息有时候还是让他酝酿一下 可能会让大家听起来更好一点 到时候我会尽快跟大家分享 不过有好消息就有话的消息 而且这个话的消息涉及到我的一位朋友 就是今天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有一位新加坡的华裔学者 黄敬先生被新加坡政府趋脱趋近 永久不能遇见 取消他本来已经有的绿卡 就是永久居民资格 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消息指出了 新加坡政府指责他是当外国间谍 虽然这个间谍没有指出具体国家的名字 大家揣测起来 无论不过是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是美国 因为他和他的夫人都是美国公民 长期在美国工作 另外一个呢 他是中共的间谍 那么媒体消息说 这是二十年来 在新加坡发生的 首起这样的外国间谍 华裔 而且是 这么一个学者的 被新加坡等于是趋脱趋近吧 就这么一个消息 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上黄晋先生 不知道他本人 对子有什么评价 也不知道他是在新加坡政府出境以后 因为他是美国公民 是回到美国 再去勤早工作 还是做起了什么事情 还是要回到中国 不管他的情况怎么样 作为一个认识他的朋友 我还是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我最开始知道黄晋的名字 应该是在90年 还是什么时候 当时候 其实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 做的一个事迹 就是在1989年 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消息 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尤其是香港的报纸 我记得香港一个报纸叫跨报 早就停刊了 简直是每天是毁所思的消息 后来证明 基本上是输假的 我都不怀疑 可能有点怀疑这些消息 似乎不是一般性的谣言 而是有意的捏造 一下子是27军跟38军战斗起来 一下子是广多军区 北上又跟纪南军区 或者是跟北京军区在交火 好像一场内战啊 已经当时候在中国爆发 那个时候的报道 简直是没办法想象的恐惧 这种振动的消息中间 其中有一个消息 是很多人感觉到很高兴 很亢奋 那个消息就是 香港的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写出来 叫李鹏正枪 就是说李鹏 被中了一枪 而且伤势不明 怎么回事 我具体的内容忘记了 但是那个抖大的李鹏正枪 这几个字啊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90年代到美国 1990年吧 我第一次到美国来 朋友们就告诉我说 这个消息的制造者就是海湖大学的一个学生 政治学的博士 政治学的授书 叫黄敬 这是第一次我知道他这个名字 后来见到他以后 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灵敏 而且很喜欢讲话的学者 很活跃 讲起很多事情 头头是道 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啊 中国的军事啊 所以有一次我在华盛顿 和美国的智库召开一个 关于中国政策方面的会议 好像我就当时请了黄敬 大家聊天啊 胡侃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 活跃的侃爷 或者是一个外交方面很好的评论家 如果你以后 看了他经常出现在国际媒体上面 知道他在新加坡任教 成为新加坡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个研究员 由于他非常活跃 而且呢 讲的事情呢 很有一番逻辑性 很引起媒体的注意 学界的注意 甚至是某些政府的注意 所以呢 他就很快就升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 这个学院的这个 研究所所长 这个学院呢 还有另外一个学者 叫郑远年 郑远年是 美国普洛斯隆大学 博士 而黄敬呢 是哈佛大学的 这个政治学博士 有时候我看到黄敬的一些评论 我就一笑 为什么一笑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黄敬这个人 他非常的聪明 而且呢他多少呢接触了一下 这个房屋方面的专家 或者是军人 或者是外交官 你发现他似乎是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不过呢 在根本上来讲呢 他还是不太了解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毕竟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政治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长期以来呢 他基本上是从事于研究 他可能从外 他更趁向于呢 从外交和军事上研究这个国际局势 他可能对体制内真正的运作 其实还是比较虚深之见 不过国际媒体和国际学界 能够像他这样 接受了很好的专业的和细化的训练 就已经足够可以忽悠人了 或者是足够呢 使大家对他的思想和见解呢 表示尊重 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 国际学者 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学者 或者是亚洲的一些国际的学者 实际上他们呢 和这个外交 或者是跟情报的界限呢 就非常模糊不清楚 很多的所谓的国关学院 所谓的国际关系 就是国际关系学院 就是毕业以后 引引进入外交系统 也引引进入这个情报系统 那么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小的国家 但是他们对出于的 这个政策的研究 对出于军事的研究 对出于人事的研究 都是非常强的 那应该是高于马来西亚 高于印年 也高于很多的西方国家 所以他在习说像这样 来自于这个 中国大陆的 又接受了西方训练的政人员 和这个黄敬呢 作为他们的研究人员 不过呢 由于这些学者 固于频繁地 跟中国政府的交往 即使他们呢 也被某一些 情报的系统 或者反情报的系统 盯住了 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新加坡的这个政府 它的政策啊 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而且它很多的政策啊 确实成为了这个政府的最高的 决策的这个依据和资料 所以有些资料 虽然不像中国保密的那么严密 但如果你把新加坡的政策的这个资料 传递给另外一些国家的这个智库啊 或者是这个国关学者啊 做研究的话呢 这个对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呢 是有一些伤害 另外一个新加坡 它在政策上是比较成像于保守 甚至呢它跟中国的关系呢 比较友好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有一些中国的学者 或者是有官员背景的学者呢 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呢 就利用新加坡的这个媒体 和它的学术平台呢 发表这个对中国政府 比较有利的这个传闻 或者有利的这个消息和分析 那么有点久而久之啊 它就分不清楚了基本的界限 那实际上现在的 中国打到各种招牌出来的这个智库啊 一部分是由理念的 有理想的学者所见的 但是相当多的所谓的智库 相当所谓的研究单位 相当多的所谓的论坛 后面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 这个军方的背景 官方的背景 或者是情报的背景 真正单 比较单纯的 这个民间的学术机构 研究机构和智库呢 在中国是很少的 所以我一看到有人搞智库我就害怕 不要搞这个东西 搞这个东西太复杂 太敏感 太微妙 我现在呢 因为没有跟黄敬呢 这个联络过 他出事情以后 今天下午才知道 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 掉进了某一种陷阱 后来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成为了这么一个 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因为这个对于一个 受到了西方这么良好 政治学顺利的一个学者 确实是并不多见 由于一时的 不能说一时 由于掉进了这种陷阱 不管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不管是坚持的 还是捐职的 还是被冤枉的 那对他的学术深言 那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 如果他是为中国政府服务 那回到中国去 他可以在一个 一个非岸的房子里面 从事他的这个研究工作 如果他是为美国政府服务 那回到美国以后 那当然还是有 比较宽阔的这个空间 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因为 现在所报道的情况呢 并不是那么的完整 并不是那么的这个 具有确定性 因为国家都没有指出来 不过作为曾经认识黄敬的一位朋友 我还是希望他能没事 但是我同时提醒海外很多的华裔学者 你们跟任何政府 或者是任何国家的大学 或者是任何智库 打到智库的招牌的这种研究机构 大家一定要形成一份小心 因为有时候 你出事情了以后 其实没有任何政府部门 或者是这些智库的人 或者是这些研究部门的人 能够保护你的 吃亏的 还是你自己 那么作为学者来讲 保持他永远的独立性 不被任何政府左右 才是作为学者的最基本价值 除非你心甘情愿 愿意成为任何政府的一个情报贩子 或者是一个情报收集人员 那我没话说 但是我希望我的朋友 保持更好的学者的本色 好 谢谢大家 不过到最后面 我还是要做一个小的花束 今天这个网友 我觉得我故意疲劳 工作太多 所以利用周末时间 慰问了我一下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餐厅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照片 展示一下我们腐败的生活 也是很快乐的生活 也是很美味 感谢我的太友 感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再见